我是一名被拐儿童 我出生1990年左右 在1996年的冬天农历 11月底那月初被拐到河北邯郸 我记得我是跟着父母在他们打工的地方被拐走 我父母在外打工 带着我和姐姐租了一间房在二楼 隔壁新来了一个邻居是人贩子 跟我换手之后把我带走 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叫杨新明 我叫杨妞花 杨妞妞 我姐姐的名字我就喊桑英这样的发音 我外婆我喊外婆是阿布袋 阿布袋这样的发音 喊妈妈是妈依 妈依是这样的发音 我记得我老家是住山去的 离火车道很近 站在都镇上可以看到一个集市 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山 山上面有一个山洞 那个洞周边都是被植物都长满了植物 跟山上植物一样 从小我经常就是在院子里面等我姐姐放学 我姐姐下学的时候 她会从上坡走下来 具体学校在哪里我不太清楚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 我希望大家帮我扩散消息 让我的家人看到 帮助我早点回家 前段时间 我女儿不是生病了吗 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 又特别难受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就是特别能想到 我父母的那种心情 他们年龄越大 肯定会越想我 我就越想回家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拼命地找 然后又找不到 心里是特别不舒服的 请不吝点赞kon